今集來攻略蜂長龍 打之前可以來看看資料 知己知彼,百戰百色 了解弱點,再作出對策 肉質耐性 打頭,打手,打尾 打前面的手 如果你是用劍,即是斬擊雷武器,打頭是最好的 有三顆星 即是軟弓炮彈,打尾是最好的 全部有蛇 龍屬性就兩顆星 雷屬性三顆星 雷系武器相比 比龍系武器更加要好,打出來的效果 或者用毒都OK 毒和爆破都有三顆星 這次就先用一次雷系武器 先用雷帶劍去打 因為毒和爆破我就 還未做到一把比較好的武器 還有做出來又要重新配一配裝 這裡就 先用雷屬性打 這裡可以讓你看看我設裝 雷光懲罰者三 正常 你計算盡度的話 就算你是第一次打封場龍的話 你應該都做到這把東西 對了 這裡可以去那個 武器店給你看看一些材料 就算了,雷光懲罰者 古龍的血 飛雷龍 砧 飛雷龍 尖爪 加一顆龍肉 基本上全部素材你計算盡度其實你都拿到了 因為你正常你要打他 你要先打贏滅盡龍 才會出他 那你古龍的血 你可以打滅盡龍 已經可以拿到了 龍肉那些你可以打上位角龍都拿到 稀有素材 飛雷龍那些 你打上位飛雷龍就可以了 好前期都已經有一打 對 全部都可以拿到 那些素材 個人建議就做這一把 912攻 240雷屬性 當然你都可以用這把去打 滅盡龍的裁決 912攻 820龍屬性 他龍屬性也有兩顆星 但是這把會好一點 個人覺得 因為他怕雷 雷屬性比較高 他有三顆星 雷屬性 然後他現在雷屬性 霸武器也有240 屬性值又高 然後攻擊力也是912攻 所以個人建議就用這一把會好一點 同攻 你屬性又高一點 然後他又怕雷屬性多一點 對 怎麼看都是這一把好一點 怎麼看都是 然後做了一些把之後 武器你可以 角龍頭盔 拔刀術 火龍海甲 弱點特效 然後滅盡龍 3Z Alpha Alpha 戰紋碗 挑戰者攻擊 戰紋不腰 攻擊 然後耐力急速回復 戰紋腳 精神斗數 挑戰者 對了 豬這裡可以 加1個攻擊豬 然後加2個雷剛豬 加雷屬性 加多60 然後加多一個整備豬 如果你有更加好的 這個可以轉做其他的 我暫時就 沒什麼特別漂亮的 所以就用這個 現在一個總體數值就這麼多 1085攻 300雷屬性 雷屬性其實我試過了 我試過再加多一顆雷剛豬上去 他極限是310 最多是加多10 只要加10 與其 浪費一個位 只加多10 不如轉做其他豬會比較好 即是 期望值會高一點 即10 用多一顆 用多一格 個人覺得就不太划算 對 對 對 技能 越盡龍機惡 攻擊7 加盡了 挑戰者Lv.3 雷屬性強化 弱點得效Lv.2 拔刀術Lv.2 用力急速回復 精神斗數 整備 對 其實這套裝就跟之前打這個 冥燈龍的套裝一模一樣 只是轉了把武器 基本上就是轉了把武器 將滅盡龍大劍轉為雷光懲罰者 再來就是道具 道具這裡要注意一下 最好就帶多點閃光彈 閃光彈 另外帶多10個光蟲 然後到時可以拿去盒 對 因為他 其實有時候他很麻煩 看你有沒有幸運 你不幸運啊 他經常飛起 然後就會 對 變得你很難打 尤其是你玩近攻 你說你拿攻 拿跑都可以射 你這些飛起了 你很難過去砍他 然後他又有風壓 所以個人覺得 帶多幾個光蟲 可以用閃光彈 閃他下來 他一飛起你閃他下來 然後去刺他 然後用完閃光彈 馬上再合 基本上加上13個閃光彈 其實夠了你用了 夠了你用了 只要你不是亂用的話 你看準機會 他飛起的時候才會用 絕對夠用 大致上就是這樣 裝備道具 基本上就可以開始了 準備好了就開始了 個人建議從這邊開始 八區營地 基本上你一出去就看到他了 吃貓飯了 會不會 機場 基本上就是在上面 看看一開始有沒有幸運呢 如果幸運的話,一開始可以... 吃一下真曹力戰 要有一點運氣成分 吃個種子 拿好衣服 先打一刀 得了,靠山避了他 跑黑,真曹力戰 有賺有賺,值得的 這下絕對值得 吃他一下普通的 但他吃了我的真曹力戰 絕對有賺 飛起 飛起的時候,要是用閃光彈,要是你的騎 對 對 基本上,閃光彈其實不可以節省 尤其是你玩近攻這些 你遠攻都還可以發射他 近攻就不行了 發生氣 發生氣 對 對 對 或者你可以等他發生氣的時候 你再騎 這樣可以順便消耗發生氣的時間 安全一點 哎呀 掉下去 可以嗎 刀撞 幸好 挺怕的位置 對 下來吧 刀撞 刀撞 腳趾 有賺有賺 絕對有賺 對了 吃多東西 躺下 閃斷 浸草力 嘩 爽 應該差不多爆到他的頭 這一下是我最討厭的一下 他封壓,然後會直接咆哮 很多時候他發生氣的時候會喊一下 然後直接用這東西 連續喊你兩東西 然後你就暗嘟嘟地停在這裡給他打 他一攻擊你基本上你不能避 還硬 躺下 震草力 中了 鐵靠山 鐵靠山 正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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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散開 嗯 還不還 但現在沒有風 還不還 還不還 吃西北風 真的吃西北風 這次 躺下吧 乖乖地 中了 再躺下 三段 三段 嘩 不要緊 有賺 有賺 我們有賺 先合起來 有賺 有賺 我也不想不斷用閃光彈屈你 但 沒辦法 你太狗了 來吧 哎呀 刺錯位 探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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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最安全就是噴風的時候 過去刺他的頭 最好 或者這一下吧 連咬 哎呀 失誤失誤 等他連咬兩元之後 再過去刺他的頭 其實都可以 他這兩下是破綻最大 和 個人覺得 最安全 斜佬 這裡可以 這裡 有些青蛙可以利用 有些爆炸蛙 如果搞到他的話 傷害相當不錯 這些 好像這些 過來過來 哎呀 聖木仔 他真的聖木仔 寧願飛起也不過你 唉 真是 賺我 不要說我聖之不老 是你迫我的 是你迫我的 嘩 沒事 沒事 真的好幸運 這一下 幸運他不直接打你 就可以避到 不幸運他直接打你 你很難的 不要一避 可不可以 喂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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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一下破綻也是比較大的 又可以解釋它 哎呀 快死了 嗯 嗯,這裡回到那個什麼島,繼續合回 基本上它就在上面,對,上面,它的大雲 這裡又可以看有沒有幸運,幸運的話就可以讓它睡醒的時候直接吃一下真草力斬 這裡你可以打它一下,然後它起身,然後它多數會喊 那你提進的機會用鐵靠山,然後再一下真草力斬,打下去 鐵靠山真的很好用,高手一定要練,如果你想成為高手的話 這招不得了,可以找它來擋不少招 上去了吧,對了 頭沒有菜 它直接躺起來了 但是位置不是很漂亮 它這裡頭伸出去 哎,反而弄到最後一刻吃不到 它的頭在外面就沒辦法了 我走出去就掉下去了 剛剛那裡 這裡呢 閃光彈吧 哎 你不用閃光彈的話就 真的吃西北風了 超多風啊它 差不多了 嘩 嘩,撐你 你可以再漂亮一點,博德 放下吧 烈龍的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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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騎不騎到它 嘩 嘩 嘩 你 動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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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別龍石 可以打停它嗎 幫它下火 啊 不夠了 這裏最麻煩 這裏最麻煩 騎它 唉,騎不到 騎它 我死了 剛才它睡覺那裏可以 幸好一點 吃到真草力斬 這樣 可以早點瞄它 這樣就不用這樣吃風 對了 不過它這麼巧呢 這麼巧 那一下它 這麼巧那個傷害石 救了 然後躺下了 然後它頭又突出 那裏吃少了一下真草力斬 對了 這個辦法 差不多這樣 可以打得再好一點 計算上是少許失誤 9分41 10分鐘內 差不多了 這把東西都算是不錯的 雷光懲罰者 雷光懲罰者 這把 雷光懲罰者 雷光懲罰者 這把 今集的分享 就來到這裡 下次再見 下次再見 就是這樣 See you